君佳,我們來看這次的作業 漸漸的有改善了厚度還有用筆 錯了 我一直說過,言真卿的規則性是很高的 筆枝 我們說儲稅量的,是相對的容易寫 當然容易寫,不是不表示他的字就不怎麼樣 只是他的這種 他這個字的特性就是這樣 這還要壓重一點 當然,如果未來你想要好好開始往真發展 現在會的東西 當然,以後再回頭就會很快 但是,趁著你現在年紀還算輕 可以多學不同的東西 不要就停下來 不然等到年紀大到沒有辦法去 再轉一下比較好 再去削別著,那就來不及了 好 那我覺得你書法上面的字 就是,漸漸在改善,提升中 但是,我看你的硬筆 還是,處在一種 很有問題,結構啊什麼的 好 所以,這個 誒,剛剛這裡斷掉了 這個,顏真卿這寫完 我們寫一段時間 我本來說要寫草書 我們寫一段時間印筆 你可以準備好 先準備好 我剛那個墨字太黏了 所以我加水之後就比較好寫 好 你可以準備,那個 藏漠五的前後赤皮膚 然後用印筆 然後把它縮成每個字 平常寫印筆的大小 大概 一公分多一點點 不要太小 也不用太大 太大就失去那個作用了 這樣轉筆的 應該就類似你 這個大小,大一點點 因為我看你硬筆的結構 你看,我叫你寫給你看 就比較好 但是久而久之又忘了 大概這個大小,硬筆 前後赤皮膚 趙莫胡的 因為趙莫胡的字型漂亮 從它來會比較容易 而且你也寫過了 我覺得啦,要需要 這才能合一 當然啦,也可以用這個把它縮小 但是我覺得 形式還是比較實用 一段時間 就是說你這樣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知道 怎麼 把毛筆的一些筆法 放到印筆裡面 這早期呢,我為了 玩這些東西還特別 去寫那個美工筆 寫一段時間 後來 也不用那麼麻煩啦 原子筆就可以了 最簡單 不需要用鋼筆啦 雖然它的表現力比較好一點 但是也是挺麻煩的 一直 要上手好寫 還要去 磨筆尖 摸枝 還要很注意 不用啦 好 那個 我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 練習的工具 好,注意這轉折 好,挑 應該 這個差不多了啦 方法都會了 大概 再一次好了 再一次就好了 你下一次 但是你的厚度還是不足 好 但是 這個 就慢慢培養 然後不要在這裡 經歷太多時間 好,我建議楷書先寫 這中間的 行書才先寫兩橫的 我都一直強調過 這樣 過來 提按 轉一下 會比較圓潤 好 好,記住啦 你可以 因為你現在時間 比較 安排 寫的 東西比較多 先 這樣子 試試看看 寫一段時間 硬筆 這其實我好幾 應該 好 幾個月前就想這樣 但是那時候 嗯 硬筆還沒有 不然你的 這個 楷書 還沒有 夠啊 本來我也想說 看是要先暫時停 行書還是怎樣 但是 行書還是先寫啦 楷書可以停 沒關係 厚一點 然後用什麼紙呢 你可以 比較 原子筆嘛 它對於紙的要求 沒有那麼高 但是 有辦法找 比較薄的 蠟子之類的 齁 盡量找看看 齁 我如果待會兒 有記得 我會放 一張 一兩張 機回去 給你看看 台北應該很容易 找到啦 齁 搞不好會瘋躺 就有 但是它們 東西都貴 重一點 還是有點薄 但是齁 用筆上的 還是一些 顏真鍵的習慣 齁還是 不是很夠啦 齁 這是火候的問題 當然 雖然 停下來了 你自己 也是可以繼續 再拉長一點 齁 轉閉 好 可以自己在這邊 多停留 齁 反正 沒事就寫個幾個字 齁 那種感覺就 不會忘記了 好 再來 看一下 這個 密符的齁 我們說密符的齁 真的齁 也是 中鋒系列的齁 那行書 你們 不要停啦齁 這個之後 我老早忘記 每段的進度都不一樣齁 我們說這個寫完之後 應該會寫一段 它的尺度齁 我有看到你貼齁 好 它的尺度 寫幾篇 就夠了齁 也不用很多 它也非常的多 它的字體也非常多齁 就是讓 你知道一下 喔 它隨性寫的字 是長什麼樣子 很怪齁 那你就 你就 一次一 就是類似一頁 它如果比較長 就分兩次 齁 好 好 那當然 調七絲捲要寫完齁 這 這 這 你看這個飛白的味道還是 不夠 齁 飛白 所以想辦法去 讓你的鼻 濃 濃淡的感覺 跟它一樣 齁 這很簡單 拿衛生紙把它吸掉一些 就好了 這裡要厚一點 柔 然後 它這裡 很重要齁 有一個晃動的感覺 中鋒 中鋒 我們這是側鋒 看起來 不夠中鋒 好 一樣 這裡跳過來很快 這東西就要快 齁 才會有這種 特殊的鼻頭產生 一樣 墨 齁 不要太多 中鋒的味道再多一點 齁 齁 如果 尺度也寫完了 我已經忘 我真的忘記了 你沒有寫過草書 齁 我現在一時之間也沒有 這低一點 不會那麼高 齁 也 沒有去查齁 齁 你再看看 它的尺度寫完之後呢 齁 我會請你開始 換 準備要 呃 呃 呃 讀書 書寫完 一定要齁 條氣之選 如果條氣之選 也寫過了 齁 就寫尺度 尺度 齁 寫完之後呢 就 迷符可以先 提一下齁 它太方了 那換誰呢 就是我如果說草述沒有寫過 當然 換書知識語題一定要 這一定要是一段時間 這草述一定要 然後 過來就書譜 那因為你的字真的是會偏 偏側封 到現在還是